Hello 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心理师聊心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苏雨昕 新年要到了 首先呢祝福大家 虎年行大运 每天都虎虎生风 先让大家开心一下 可是呢 过年到了 很多朋友就会私讯 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哇 每年的期末考又要开始了 考什么呢 就是亲友的考问 所有这些逼问我们生活啊 职场啊 薪水啊 感情啊 通通的大灾问 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才好呢 嗯 我相信呢 很多朋友经常听到的这些大灾问 包含说 哎 小明啊 你今年赚多少啊 年中拿多少呢 或者有些女性朋友甚至听过 哇 你赚这么多 哎呦 那你老公会不会 她很没面子啊 哎 如果这个太太呢 都在家里带小孩 她有可能会被问 现代女性啊 一直待在家雇小孩 哇 这样子呢 未来哦 没有这个出息哦 或者是会被社会淘汰哦 如果她又刚好是个好妈妈 然后呢 她又喜欢在家雇小孩的时候 反而还会被这么讲哦 可是如果说好 一个女性 她很努力的哦 为自己的工作打拼 她可能会被说 哇 你都把小孩子给人家带 这样子小孩怎么会跟妈妈亲呢 嗯 以上这些种种成见的言论 有没有让大家听完之后 已经身心俱疲了 对不对 这让我想到哦 不知道大家从小 有没有听过一个预言 叫做父子骑驴 没听过的朋友 帮大家复习一下 一对爸爸跟儿子哦 他们带着一头驴 原本呢 两个人都是坐在这个驴上面 准备要返乡 结果呢 就遇到了 第一个路人 开始对他们说 哎呦 你们两个怎么都骑在那驴上啊 虐待动物啊 你看那个驴瘦巴巴的 都快被你们压垮了 因此呢 爸爸就想说 哦 好吧 那我就跳下来哦 让儿子坐就可以了 接着就遇到了第二个路人 哎呦 这个儿子真不笑啊 让老爸爸一个人在旁边啊 步履阑珊的走 哎呀 真是看不下去 因此儿子赶快跳下驴来 让爸爸上座 他们又这样走了一段路之后 遇到了第三个人 跟他说 哎呀 这个爸爸真不爱他的儿子 看看这个儿子已经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还不让他坐 最后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 通通下驴 好 我们都不坐 我们就带着这个驴子走路吧 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结果他们还是遇到了 第四个路人跟他说 哎 看看那两个人 好笨哦 养了一头驴 还不善加利用 哎呀 真不知道他们脑袋 现在在想什么 听完这个父子骑驴的预言 大家有没有觉得心有戚戚言 没错 我们在人生中 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 甚至不管做得多好 都还是有可能遇到别人 指手画脚 说你这边不够 说你这边不对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回到家乡 遇见这些亲朋好友的大灾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应对呢 好 这个应对方式 我们要从两个面向来着手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 内在心态的建立 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 提问者的心理动机 我们要去看透它 内在到底是经由什么动机 来问我们这些问题 千万不要掉入这些心理游戏的陷阱 OK 第一个面向呢 就是我们内在的心态建立 我们绝对不能排除 有一些亲朋好友是 真心想关心我们的 对吧 这些问题不一定通通都 那么带着敌意的 比如说像我的阿嬷 之前她还意识很清楚的时候 回到家她都会很关心我 最近工作还好吗 最近工作在做什么呀 或者是最近感情有着落吗 什么是准备结婚 虽然我阿嬷也会这样子 连珠泡的一直问我问题 可是我也可以真心感受到 阿嬷真的很关心我 这个时候我的不舒服感觉 就不会那么强烈 也比较愿意回答这些问题 可是啊 如果你发现 即便我知道这个亲人 是真心关心我的 但是这些问题 依然好不想回答 那我们就要往内去了解自己 想必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非常在意的点 或者是我们尚未自我接纳的部分 所以会非常不想回答 因此呢 在请大家在返乡之前 千万不要无意识的傻傻的 背起包袱就返家了 这个时候呢 你的内心是还没有建立一个好的防卫机制 跟好的界线很容易就会被这些问题哦 就突然击垮了 自尊跟自信 所以在返家之前呢 我邀请大家找一个时间 安静的自己一个人坐下来 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当然如果你可以用写下来的话 这个效果会更好哦 第一个问题呢 是沉静的问问自己 有哪些点是我被人家问 被人家说的时候会不舒服的呢 也许是职场 也许是薪水 也许是感情对象 甚至育儿 甚至有些朋友会跟我反映说 他每次回到家都会被嫌弃身材 哎呦 怎么变胖了 这让他很不舒服 好 我们先把这些所有有可能不舒服的面向记录下来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探索自己 为什么会不舒服 这些不舒服有没有过去的经验跟原因 像是呢 有一个非常担心他自己选的工作的朋友 他回想了之后就发现 哦 因为他们家精英辈出 所以呢 很多表哥 表姐 堂哥 堂姐 全部都是台大 哈佛 然后在知名企业工作等等 可是他自己呢 却是做一个小小的花艺工作室 还正刚开始而已 所以他想到这个从小到大 他在功课上 哇 他们都念北一女建中 可是自己并没有这么优秀的学业 那一种非常紧绷的感觉 并不是从现在选择职业才开始的哦 是从小到大 他不断经历这种被家人比较 好像我永远是比较不好的那一个这种悲哀以及恐惧感 好 第三个呢 我们要来问问自己的是 那我对这个担心已经做了哪些努力 像很多朋友也许还在找工作的阶段 就很怕回到家里会被逼问 啊 怎么还没找到工作 所以呢 我们就要先来问问自己哦 对于找工作这件事情 我做了哪一些努力呢 也许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已经找了第三份 而且也去面试三间公司了 年后呢 我会面试第四间 这些就是我已经做的努力 要确实的把它记下来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呢 我们反而会对自己已经做的事情不那么在意 会觉得这也没什么 可是却忘记自己已经投入的心力也很重要哦 第四点问问自己 那我的未来还可以再进行哪些调整 例如我们延续刚刚在找工作的这个个案 他就想到说 嗯 如果我年后可以去参加一个职业培训班 或者呢 去找心理资商师 好好的聊一聊 来探讨我未来更适合的方向 这是我接下来可以做的事情 那就记得把这四点写下来 你们会发现如果这四点好好厘清之后 你内心会产生一种底气 那就是一个保护自己 了解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感受 所以内在价值不是说你外在真的要有什么成就 才可以有价值 那个价值是来自我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我正在做什么 我也知道我接下来的方向会是什么 即便那个方向不一定是五年十年很遥远以后的方向 我往比如说我接下来去职训训练 职业训练这一些也是接下来的方向 这一些明确的内容会帮助我们非常非常有底气 跟内心的坚定度去面对所有亲友的拷问 好那第二个面向呢我们就要来探讨 这一些逼问的亲友 如果不是像前面说的是真心关心我们的 那他可能会出现哪些样貌 内在又是源于哪些动机呢 我帮大家归类了三种常见的样貌 第一种就是他会常常试图贬低你 嘲笑你或者是攻击你 他可能会觉得天哪你当什么花艺师啊 那个能赚钱吗 哎呦这个真的是没有用 我没有听过啦 可能是我年代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他说的话里面 其实是在贬低否定你的哦 第二种呢是拿你的表现和他自己 或者是他的儿女来做比较 哎呀你这样也不错啦 考上政大不败不败 哎呀我们家小美刚好考上台大 你们超讨厌想打我对不对 对很多的人呢他其实会把自己 跟你的这个成就拿来做对比 第三种常见的就是无论你回答什么 他的问题都是假问题 他最后的主轴都会绕回他自己身上 不管你现在说你做得多好 他最后都会回到自己身上说 哎呀现在年轻人多幸运啊 哪像我们当时要多努力多拼哦 看我这个江山我的成就 开始画他自己的当年 OK这三种样貌呢 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 但是往内看这些人他核心的感受 核心的内在状态都是非常类似的 我可以请大家反思一下哦 你们觉得这些看起来需要让自己很壮大 台语说碰轰这个状态让自己很膨胀的状态 他的内心是很有自信的还是其实内心是很自卑很匮乏的呢 大家感受一下 哎如果看过很多集我们品观点哦心理事聊心事的朋友一定可以很快的回答 没错其实内心越匮乏内心越自卑的人 他反而需要外界让自己看起来很大 对不对 所以呢他的言行举止哦 处处都在踩低别人 借此抬高自己 借由贬低你 让他自己感觉到短暂的优越感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心理游戏 千万不要 哎就他问你答 掉入他这个心理游戏的陷阱咯 非常简单哦 当别人啊亲友问这些你觉得不舒服 带有敌意或带有比较攻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请大家先检视一下 你现在内在是有能量的状态 还是其实很累 心情已经不好 属于没有能量的状态了呢 OK确认自己如果是有能量的状态哦 给大家最快的解方 你就称赞回去 不管他问什么 你都不用回答 你就直接称赞他哦 这公哇我听说你以前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厉害 哎传授几招给这个晚辈吧 如果你能量够好 你就直接把话题丢回给这个问问题的人 让他去满足他现在非常匮乏 非常自卑的内心 那如果你发现其实我没有能量听他说这些 我也没有能量去称赞他夸奖他的话 那很简单你就先谢谢他的关心 谢谢姨伯这么关心我 那就聊聊别的事情 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说啊 某个这个连载的剧第二季上档咯 姨伯有没有在看啊 或者是最近你们有没有听说啊 隔壁的那个老王啊 他开了新店咯我们明天去逛啊 你可以用任何的话题把它带开 不需要去正面回应 那我也邀请大家我们用一个更慈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 非常恰呀 非常需要抬高自己的亲朋好友 即便他们外在条件再优秀再成功 其实内在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看起来反而是非常平淡无波 而且不容易去评价他人的 他就算问你问题呢也会很专注的倾听 哦原来你是这样想啊 哦原来你对你的职业是这样规划的啊 原来如此 真正自信的人他反而能够做到这种平等的聆听跟沟通 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内在其实很纠结的亲朋好友 我们也多一份关爱的衍生吧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次的年节假期 带着爱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好好相处咯 祝福大家有个好年 我们下一集节目见